好 这个欧教授听说你解到了这个后面的剧本 这编剧到底怎么编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分裂 这个盲头指向的都已经是这个马总统了 那么接下来又看到了王金平 以及朱立伦的这个声明稿 大家一直在讲的团结啊团结啊 好像指的这个不团结的始作俑者 就是某一个人 那如果他真的属于是吴敦义出来的话 吴敦义的胜选希望 我们在民调当中也看到了 所以他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啊 其实那个所谓的剧本里面 吴敦义早就是已经是到明年 他才要去接班 他并没有要在这次选 那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剧本里面 都是说在这次里面 如果王怎么样 或者如果朱怎么样 可是实行上是这样子 至少在这一年里面 我所得到的所有讯息 从各方面得到的讯息 都是还是朱选作为主轴 这里面呢 包括高一燃他自己那边 也都是反映出是说 以朱要继续选作为主轴 所以呢许多的这个不分区 或者是区域的所有的立委的安排 包括征召的呢 都要围绕了这个要选的这个人 去做量身定作 我这有所本 在台南的某一位 重要的党务人员跟我说 所有的征召都必须围绕的 到底谁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然后来决定一下征召什么样的人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进入什么样的打击这个位置 好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有锁定特定人选 那这样的特定人选呢 我想当然不是杨智良 也几乎不是红袖柱 而是在五 对不起 朱或者是王 可是王呢 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被 剔除在那个剧本的名单里面 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剔除 可是这里面 我刚刚讲了一个一个 一个ヒント 就是说 其实他一开始有一个 试探的风向球 就是说 郑鲁芬那个位置 你有没有可能去选 因为那是最南端 可能选上的区域律委 可是没想到王金平呢 不小心 我觉得有点像中计 他很快就说 胡说八道 突然没讲 我不会讲 这样子 好啦 可是当他这样一说了以后 这条路就封掉了嘛 封掉了以后 他就只能继续向前走 可是继续向前走 处理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就只要把王金平的 相关的农会 水利会 或者其他什么面白业者 的相关资料说 这些人是你的朋友 那你如果选的话 这些人恐怕 他们的账目什么都有问题 而且也的确有问题 当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只好说 基于什么什么理由 所以不选 可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剧本是说 这里面有很多的党的运作 因为大家知道 国民党在选中上委也好 或者是选中央委员也好 一直有什么四五六联盟 很多换票的 风气非常坏 这一点 马英九一直认为 他自己非常有责任感 要把这些派系 设法给减除掉 是要把它减少掉 而他认为最重要 造成这些派系的原因 就是那几个龙头 可是他就认为这几个龙头 就是带坏 这整个组织的重要的人 所以他觉得说 他把他们干掉 他其实是有自己的正义感和合理性 所以大家早就已经听到那剧本 就是说王金平 最后一定没办法领表 就看朱立伦会不会帮他修党章 可是当政府那个事件之后 连党章不必修了 好那王金平呢 就在裹不起来 这大概十五天左右 这五月五号前后呢 这个事情就引爆了 引爆以后就开始朱立伦头疼了 因为朱立伦就知道说 他自己上场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我们现在至少这个宫廷大戏 有一个好处 就说我们知道国民党选总统的 只剩两个可能的人 一个是洪秀柱 一个就是朱立伦 而且这个答案 一定会在六月底以前揭晓 这个没问题了 只是 不 不 不 我 我承不住 朱立伦不可能 你别再说了 不可能 我是说就是二而一 你不要再让蓝的选民们 蓝的观众又开始提醒 蓝的观众你们要知道 中国国民党的今天 就是马英九造成的 你们要彻底的痛恨马英九 对 那个剪刀的剧本呢 就是当然希望朱去选 那吴是已经确定 绝对不选了 他的他的戏是在二零一六 一月二月以后的事情 党主席 那时候要不要选也不知道 那个欧老师 你剪了这个剧本 会不会太抽象了一点 哪部分不够具象 你可以直接说 我就直接回答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呢 是直接对报社放话 刚才寇姐在广告的时候 也把名字都说出来了 就他办公室听说是四楼那边 然后还曾经服务在报社的 那直接放话了以后呢 就死了王金平就真的完全退缩了 然后呢也死了朱立伦那边也很紧张 为什么呢 他也看到一堆 听说相关他的资料 而且第一个打电话就给他岳父 第二个打了 据说是他岳父最重要的 皇姓的幕僚 知道这些资料 那这个资料一出现以后 他们觉得压力非常大 就是很可能要选的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刚才那个记者会 其实是说 他的选举过程 有很多心理的周折 这个铺陈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如果到时候发生了些什么 这个责任真的不在我朱立伦一个人身上 而是过去的这些周折 造成今天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还有第二个项色是说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派系的厮杀 绝对不是朱派去斗王派 因为呢借刀杀人 挤刀 挤刀台人 结果是拿白人的手去台人 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怕被人家借刀杀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定要讲那一段 就是说 告诉人真的不是我台 他要讲的是这个 那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还稳不到那个气氛 可是呢 到了六七月以后 这个气氛就越来越浓厚 为什么 因为正式进到选举 还有很多那个征召的人都出现了以后 所有的资料就可能请朝而出 就被倒出来 因为这两边对阵 厮杀的过程里面呢 反正媒体需要很多这些张罐资料 好每个礼拜三 或礼拜四 礼拜二 这些资料就会出来 欧老师你讲的好像每一个人 我是自己是党员出身 而且我跟现在朱立伦团队 是蛮熟识的 他讲阴谋怎么 剧本我讲我们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在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要告诉这些当事人 你们把手洗干净 现在就是初选 包括李四川 包括什么这个苏俊斌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主导这一次的选举 你就不要去在那边搞东搞西 我不相信侯秀柱没有一万五千份 我也不相信杨志良没有一万五千份 有效的联署 杨志良后面的人叫吴春成 这个人如果在中国国民党 还拿不到一万五千份的话 那他就不要叫吴春成 洪秀柱当过这么多届的立法委员 当过立法院副院长 他的办公室主任乔主任是哪里来的人 他会搞不到一万五千份 他有黄富士的支持 对我先告诉我们观众 你不要被误导说 这个什么一万五千份 可以像上次谢坤宏那样搞掉 如果搞掉就委你苏军斌试问 就用这个态度去逼迫他们 走总统初选 马英九要的是吴敦义 你不要被那些谣言给破坏 前几天我告诉你 还有人传一个谣言 最坏的是传说 朱立伦已经被摸头了 然后马朱合作要干掉王金平 这个是昨天以前的版本 所以朱立伦为什么今天的发言 有点情绪你知道吗 朱立伦至少 他就是说人不是他杀的 干干净净的 我对朱立伦的政治性格 什么我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至少他的太太 还是个正大光明的一个高小姐吧 这个你们国民党的现在党中央 这些人不要在那边搞七点三 这是历史时刻 你搞七点三 我们就去包围你党中央 扣姐说对 就是洪秀柱跟杨志良 其实他们背后的力量 其实都也都看得出来 其实是有力量的 那所以如果按照 国民党的初选制度 如果没有人动手动脚的话 其实应该是会有人透过那样的制度出现 所以我觉得欧老师的剧本 应该不是什么好的编剧写的 也就是说如果到最后还是要朱立伦 你敢征召他的话 我觉得跟社会无法交代 就是朱主席要征召朱同志 那我觉得这很难说服大家 第二个是说好 那你征召了朱同志之后 新北市到底要怎么办 如果把他铺成一个好新北市 你也不用辞 那你就求神保佑 在接下来的大半年 新北市不要给我出任何状况 否则如果你不辞的话 新北市出任何一点麻烦 你这个总统候选人 全部得盖挖承受 你还要不要选下去 所以他势必得辞掉 對不對 好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人 被征召了 然后辞掉了 新北市就单 单枪匹马这样去选总统 不可能 因为对朱立伦来说 对任何人来说 其实都一样 你掌握了行政资源 是扎扎实实的有资源 所以这件事情 对任何政治人物 来说都是重要的 他不是一个漂亮的位置 然后我在上面 被人家重敬而已 不是 他是有东西在手上 而我拥有这个东西的分配权 拥有分配权的人才叫老大 所以朱主席不可能会征召朱同志 而朱同志也不可能会放弃了 新北市跑去选总统 那如果是中常委集体的推荐 征召他 什么鬼中常委 不可能 三十三个中常委提案 是征召他 就算这样子征召他 朱同志也不会答应 我们告诉我们民众 如果有这种征召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国民党 明年把他铲除出台湾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批人 按照马同志的指示 然后也去跪求 拜托征召吳敦义 这个是没听说这个剧本 如果你出现了A剧本的话 一定会有其他制衡的力量出现 你听到的剧本是故意放消息的那个剧本 现在你要再酝酿剧本 其实时间已经是不够了 因为到七月六号是时间不够 所以目前为止 就是说至少好消息上是 不是洪秀柱 就是朱立倫 这已经删去法了 你不要这样子 不如我人家杨智良好不好 杨智良精砖 我还是无法理解怎么会有朱立倫出现的空间 不可能 我当然站在国民党的大多数的 尤其是北部的立委候选人的自身的选举的立场 他们当然是希望是朱立倫 因为朱立倫选总统对 所以特别是北部的立委选举的选情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 这是事实 那很多立委候选人他有一厢情愿这样的期待 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 可是你现在朱立倫话已经讲了 团结在制度下 请问国民党制度叫什么 叫征召吗 总统初选制度叫征召吗 那你跟诈骗集团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人缴了两百万 第二阶段登记 还要再缴五百万 你骗人家七百万 然后对不起 一场误会 我们都不玩了 我们我们那个总子选手在旁边休息很久了 盖他出来热身了 没有这个道理 而且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再搞征召这条把戏 我真的 国民党到底还要 还要不要脸 还要不要脸 如果可以真的一个政党 可以不要脸 到这种程度的话 也ok啦 其实 其实你那句话 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老实说 我我非常愿意站在正义那边 一九四八年那时候 到了这个八月左右的时候 国民党发了金元券 把大家的金银茶宝全部收了 对不对 后来把那些金银茶宝 全部运到台湾来 那几乎是六大城市所有的金银茶 连戒子 连什么结婚戒 手酌全部都骗来了 那那个金元券就总共只撑了两个月 那那个所谓的不要脸 其实是在党史上是有记载 所以你意思是说这个党有前科 我真的 我真的讲说国民党要浴火重生 一定要完全放弃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习惯 那真的如果是从事征召了 那就就让这个制度去生效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必要 那其实年旺所说的 我很希望他说的能够成真 就是不要不要脸 大家要为了基本的这个公民道德 跟正义去做事 等待征召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一件事是不是只是不要脸 而且其实是站在阴暗的准备 阴暗的那种小人干的事情 那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民党已经光明正大地 搞了一个初选 虽然这初选有点是被这个洪修朱逼出来 朱元本来是说六月之后才谈这个总统候选的 那结果就变提前到四月份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制度里面有许多非常荒谬的事情 跟别的党不一样 但是真正所谓有能力出来选 比如说大家台面上讲的 就是刚刚讲的吴敦毅或者朱立伦 如果他们今天自己朱立伦自己搞了一个制度 然后自己没去参与这样制度 然后最后等待征召 或者征召之后他同意 他还有什么脸 我这样讲 在民主政治里面 哪有还有什么征召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最近这个英国不是内阁大选吗 很多人都想说保守党大胜 可是我跟大家报道 保守党大胜背后是什么 背后事情是其他主要政党的党主席 全部辞职 全部 你就知道伦敦的那条什么河 就看到这些主席 对 这些主席的头全部掉在地上 那叫做民主政治 就是我对我的选举充满了热情 我就是要在这个里面去想办法取得我这个党的优势 为了目的是为了这个为了老百姓的服务 结果不是搞了半天还在玩宫廷大戏 我本来准备一个资料 叫做这个朱立伦跑去的北京大学谈台湾谈台湾的民主 还记得标题 朱立伦去北京大学说台湾民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有没有 但是民主搞了半天还要用征召 好了 那我觉得到北京就在说空话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人还是比较 比较喜欢去批判他 因为朱立伦就留了一点点口气 让这个国民党还记得存活 因为上天还是让他选上了新北市市长 表示老天爷还是可能对他有点期待 要不然就两万票就把他干掉 今天也不用谈这么多事情了 还是要把这个人讲出来 这个人叫做马英九 然后刚才主持人一直在问一件事 问两件事就是国民党会分裂 第二件事情是马英九说他自己 有没有介入到党务 那没有党务你还动怒 你这个党员叫做马党员 国民党的马党员 他连中常委都不是 他可以动怒说这个朱应该要 一般我们是国民党可能说 怎么可以这样难过 你这个朱立倫你要去选择 为什么 他可以动怒 你说动怒 你说没介入 不就是同样一个报纸 在自己打自己吗 所以其实马英九这个人 基本上他内心跟他的表面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再来看 你把台湾搞成这副德性 你可以做这副德性一副说 你看台湾就是一副好的样子 然后自己把自己讲话摸摸自己的大腿 讲讲话 然后讲到王靖民说卡什么卡什么 连这种好像一个小卡 你都要把自己表现的依附就是 你误害我 我没有卡 就是这个表情 你是总统 真的怪不得 有些人说真的要叫马英九总统 要总统留下来 因为前面要骂一些脏话 好了 我的说这些事情 是说当这样的出来的时候 奇怪 黄复兴先生们 黄复兴太太们 你们还是这么爱这位总统 当时连胜文不就是这样被搞掉了吗 朱立仁也不就是这样被搞掉了 所以没关系 为什么朱立仁会讲说 国民党会分裂 因为就是有这些所谓的长期党员 他们支持连胜文 把台北搞得这么糟糕 使得这个我们这个好龙逼 现在还要急急如律 找一堆人来商讨 如何能够让他安全的 是不是可以当副总统 你看就是这个人丢脸到这个程度 那我要说这件事情 里面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层的原因 当然总统大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所有的总统候选 真正都能够把心思放在老百姓的身上 这是这一期的荆州刊 好 我们就把马总统的可恶 就是揭露给大家 我要揭露这原因 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他做这副姿势 然后坎坎而谈 他的这些狗屁倒召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拿出这份资料 请跟我慢慢看 担忽我们彭老师一点点时间 一下子就好了 这个标题是什么 财富差距的真相 远比你想象的更丑陋 这个脸 这个脸有没有丑陋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 可能百分之八十四老百姓 想法跟我一致 但是这个丑陋的状况到贫富 大家都认知 就按照马英九说法说 其实我们真正的有财富是 只值中在五十七点二 那大部分都是三十七点二 真正很惨的人只有百分之五 那当然这个 这个有人希望台湾是这样子 就说我们真的有钱 占的比例是这样 大部分是这样子 然后真正穷困只占这样子 但是事实是什么 马英九执政这几年之后的事实是什么 马英九执政事实是对不起 少数的人 这边有个标题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 就是台湾最有钱的百分之二十 他占了我们七十四点七的资产 看清楚了 这百分之二十人占了我们七四的资产 另外有僵硬高达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们占我们资产是连万分之四 这就是马英九耶 朱立倫如果你对马英九很愤怒 你就在你的这个党务会议说 中心思想就是要把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的财富占这里 国民党的中心在这个地方 不要这边恶心八糟的说我很愤怒 有人陷害我去抹黑的王清平 我也很难过 我已经说我不要选这个总统 说了一百遍大家都不相信我 媒体朋友给我很多建议 胡说八道 我要对不起 你让这么大声的说法是说 现在马英九不但不在乎这件事情 他还在想办法把台湾 透过亚投行的方式卖掉 这个人还可以厚颜无耻的 对他的党里面说这些狗气八糟的话 我这样说 让他们继续引下去 那就看蔡英文怎么提出他政策 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个剧本 一个剧本就是暗黑剧本 一个是光明版的剧本 这个暗黑剧本就是 现在这个有一个黑手 因为拿了一份资料 就把这个王金平给劝退了 然后又拿了一份资料 就逼着这个追递人必须要来选 然后选不上 然后就让这个沃敦义去当党主席 你说接下来接班 好 让这个 可能这个黑手能够顺利的下装 另外一个比较光明的版本就是朱立伦说 我们不要输掉下一个世代 我们一定要光光明明的来做这个初选的机制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的是杨志良 或是洪秀柱 这份怎么听起来也是暗黑版 会不会让一些年轻世代的选民 觉得国民党太不认真 我觉得今天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你国民党的竞选制度 到底是堂堂正正还是偷偷摸摸 其实从立委的提名制度 我们其实从里面看到 最明显的就是什么 就你的提名制度 根本是浮动的 就今天你心中 根本已经有个口袋名单 你的口袋名单这个人 如果假使他真的民调高的话 你就让他民调 那这个人如果民调比较差的 你就用贫贱的方式把它戳掉 那这就是你国民党的提名方式 就你让我们看到的 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党 应该有的样子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公开透明 那大家在检视你的 也是一样的态度 所以今天总统也是一样 坦白说你的党内 你已经有个竞选制度在那边 那不管你是谁 你就请你扎扎实实 然后堂堂正正就照这规矩走完 你不要搞那种什么 就人家已经照了你规矩走了 然后后面你又突然征照某某人 那其实观感很差 所以今天不管是杨志良也好 不管是洪秀柱也好 或是不管是Anyway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 你就是照制度来 然后照规矩走 这样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其他意见 你还是一个堂堂正正选输的政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今天国民党的候选 其实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刚杰明拿出来的数据 其实台湾的真相 脱党我觉得可能陆续会发生 但是我只是说 像杰明刚刚提出的那现象 你今天一个候选如果真的有gots 你如果就像中国大陆的那些 那些领导人这样子 我就让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富起来 我就要让年轻人有房子住 你就大声的对大家说 你的政策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你想办法把政策具体的提出来 然后你们从头到尾都回避 没有人去提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讲出一句感动人心的话 今天其实所有人在等什么 我们就是希望等到 你可以解决民众问题的话 你就说我就是要让二十二K 变成四十四K 即使这样一句话 大家听了即使觉得好像有距离 但是至少他可以感动人心 然后你告诉我们 你怎么带领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国民党才有机会 跟民进党一搏 你平平晚应该有长照法 通过了这个 没有裁员的长照法 那个是一个 那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落实的长照法 而且只想拿餐券 让大家自己去 让大家自己去找 那个可以照顾你 可是民进党 臺灣根本没有出过照顾人力 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如果你长照法不说清楚 因为今天在中南部 很多国民党的委员 已经看到了这个民进党 跟国民党文宣的差异 特别是长照法 长照法这个东西 如果你说不清楚 因为民进党是用理性的税基 来反对这个国民党版本 但是长照法影响这么多人 所以你在这个基层 现在中南部的国民党的这个 立法委员候选人 他们就说 他们居然那个民进党 反对长照法 我们要提醒民进党中央 你这个说不清楚的东西 在逻辑上面 你必须有份理性的这种论述的时候 是有商敌 是我今天是第一时间赶快 因为今天中部就有一个人 中部就有立法委员 已经提出这样一个人一个月 只能分配到两百块的长照法 一天六点六六元 连茶叶蛋都买不起 一个月两百块 不是一天是一个月两百块 而且主要是我们根本没有足够 照顾人力 我接受这些所有的说法 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文宣 都已经开始打算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小心因为选举本来就是情绪 那再加上他们 他们有打这个蔡英文的那种信心 马金最喜欢打的人就是蔡英文 就老说他这个维持现状是空心菜 什么 他们在美国 你知道美国 美国这个驻美的那个国民党里面 像原健身身体不太好 就是说眼睛有点开完刀以后 不想现在状况怎样 但是他们在美国 要动员那种反制的 像五月十九号蔡英文去美国 对不对 反制力量也是在的 所以基本上 他只要让你选择很痛苦 然后国民党现在要的是立法委员过半 那民进党的提名 跟第三势力的整合 又不是非常的平顺 而且也缺乏一些 这个好的人才的抗衡 我觉得这些 我们要提醒民党 你不要在里面搞派系斗争 民党我们也必须监督 你现在搞一些派系斗争 这个派跟那个派要提示 他们三大派之间也竞争很激烈 所以你不要把一盘 就算蔡英文当选了 结果搞得国民党还是过半 那你不是也是一个真的变成共新总统吗 所以这个大概也要提醒 我是善意提醒国民党 所以不管是暗黑板或是公民版 大概在这个六七月的时候 就会慢慢看出端倪来了 六月底 但是有一个部分 倒是刚刚可可姐提到的 就是说国民党部分 其实有在压着滑水 要来怎么样制服蔡英文 我们稍后来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是在采取一个 焦土政策 彻底摆烂 彻底两手一摊 不负责任 反正好东西都是我拿 我就拼命给你通过 接下来还会再通过更多 要花钱的 然后政府一定没有预算的 因为政府现在已经债台高足了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就会有点赔 那边 也有点赔 不负责任 有点赔